新加坡的熟食中心出名美食多 今次小編就去了其中四個地道又抵食的熟食中心 一起看看有什麼吃吧 來機場四個站的麥樂熟食中心 最適合stopover來吃東西 這款切到細細塊 沾滿黑豉油的黑蘿蔔糕 味道不算好鹹 甜味反而更突出 而且還有好香蔥頭味 想吃得豐富一點可以加上蝦 真是超級惹味 用粉漿蒸成的水果本身是沒什麼味道 不過加了用菜脯 肉碎、老抽等等材料炒成的配料 味道就變得香濃豐富 份量更超多 想吃個豐富的早餐 來麥時威熟食中心就適合 除了超受歡迎的天天海南雞飯 這裡其實還有不少做早市的店舖 這個蠔餅的外形就比較少見 將蠔、蝦和芹菜等餡料 連麵漿放入油鍋炸 蠔餅口感和味道都很豐富 有蠔的鮮味也沒有想像中那麼油膩 至於這間主打花生湯的露店 已經有70年歷史 花生湯場煮超過4小時 網絡仍然粗粒的花生 其實已經熬得非常軟 湯裡面還加了油炸鬼和黑芝麻湯丸 同樣有70年歷史的合計五香灌腸 售賣的是傳統福建廈門小食五香 多中包括魚餅、腸、蝦餅、豆腐 炸蛋片只有幾種材料 加上甜辣兩款醬就更好吃 至於無吉芝麻熟食中心 就適合去完新加坡動物園的朋友 順路來吃一串 曾經獲得小販老志豪的永生沙爹 超級香濃的沙爹醬裡面有很多粗花生粒 花生味很重 每寸大約港幣3.5元 份量不算多 叫了不同款式各幾寸都還可以 而這檔福建麵 裡面除了有蛋黃麵還有米粉 加上魷魚和蝦等配料一起炒 整體格濕身 但非常之有鮮味 配麻辣醬真的超棒 位於舊基長路的熟食中心 雖然不在遊客區附近 但佔地超大 都有很多餐廳選擇 小編最喜歡就是這間店的馬來美食 將超重口的醬汁 加上青瓜、菠蘿、沙葛、油炸鬼等材料 混合就做成甜甜酸酸的重口蔬果沙律 想再惹味一點還可以加辣 大蝦麵是去到新加坡必吃的美食 這檔的大蝦麵 蝦和麵會分兩碗上 分量超多 他們的湯底煮得挺鮮甜 而且大蝦的肉質也很爽口彈牙 至於這一碟充滿鍋氣的炒貝丁 加入了黑醬油、魚露和辣椒醬炒 還加了絲坑、臘腸等配料 吃起來很香口、很有口感 新加坡這麼多好食物 下次來玩記得不要錯過了 我們下次再見吧 我們下次再見吧